只有一個老公喔 我想應該要去給自己 因為有一天突然接到他電話 然後我老實講 我雖然還在上班 可是我對電話是一個女孩子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誰叫FD 結果我就被劉志勿批到 我一定要叫我兒子加我上 就是去加FB 然後加了到現在我也來禮拜回來 所以剛開始前幾次我很認真 現在我真的 我真的還不會看著不開笑 那這樣子 很高興這個同學要跟你們發言 其實我曾經發生一件突然事 所以像同學會 可能會進來參加 有一個高中 對我們國小 我們國中就是幾個很好的同學 因為很好要欺騙一個國中老師 那我本來是這個前一個禮拜要見面 結果後來一個禮拜分數 所以我就在想說 其實真的有時候同學會 不用看位置 就是你能在 我覺得也不需要全部都參加 有一個活動當波上街 大家能參加過幾次 我想多一次的相處也是 自己提醒的 搞不好 因為我們要拜師前面也會提醒 對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你們很開心 謝謝 感谢观看